各位观众 这里是巴黎奥利机场 当地时间21号下午 应法国政府邀请 国务院总理李强乘包机抵达巴黎 开始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 并出席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 礼兵沿红毯两侧列队致敬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玛宁 和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爷等 到机场迎接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 吴正龙等陪同人员同期抵达 李强表示 中法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历来具有远远超出 双边范畴的全球意义 今年4月 习近平主席同马克龙总统 达成一系列战略共识 汇就了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美好蓝图 中方愿同法方一道 将两国元首绘制的蓝图 转化为施工图 扩大双向开放 打造更具韧性的 中法中欧产业链供应链 深化人文交流互建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为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 注入更多信心和力量 访法期间 李强将会见马克龙总统 同博尔内总理举行会谈 会见拉尔歇参议长 出席中法工商界晚餐会 李强还将应邀出席 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 并发表讲话 当地时间21号下午 李强赴施耐德电气集团 巴黎创新中心参观 李强听取了集团董事长 赵国华有关集团情况介绍 参观了智能化机器人等 代表性产品 并视频连线集团诺曼底工厂 了解集团未来发展规划 李强希望施耐德电气 坚持深耕中国市场 不断创新合作模式 表示投资中国一定会收到回报 赵国华表示 施耐德电气是中国改革开放的 见证者 贡献者 受益者 看好中国发展 愿持续投资中国 积极参与中国绿色基建 和一带一路建设 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